因为大雪宾州公路上发生车祸 但没想到救难人员正在处理事故时 自己也差点成了被救援的对象 疑似因为公路积雪驾驶失控 撞上停在路边已经发生车祸的车辆 幸好现场人员及时闪避才没有造成伤亡 暴风雪侵袭整个美东地区 纽约市最著名的时报广场也成了一片银白世界 气象预测降雪量可能深达60公分 预计有5000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疫情严峻的美国好不容易开始施打疫苗 民众担心运送计划会受恶劣天候波及 纽约市长白思豪赶紧出面挂暴症 8至12公分的阶段 这下午至早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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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希望继续接送预计 继续接送预计 然后再接受人疫苗 亚洲地区日本也深受暴雪所苦 关东群马县的山区 24小时降雪量达到128公分 刷新当地史上记录 岩守县也有国道遭到大雪封路 一度有数十辆车卡在路上动弹不得 新系县至少有6人除雪时跌下屋顶或是滑倒受伤 日本中部和北部沿岸则传出有一万户停电 根据外媒报导 日本首相菅义伟出席紧急会议 要和相关部门协商应对方案 接下来谭若仪综后报导 众历新闻不会消失 情会更强大